背貨背貨 專情隊兩車夾擊 看準時機下車攔截 專情隊員強勢拉開車門 大聲呵斥 但駕駛情急之下 竟然跳車拔腿狂奔 雙方向路內展開追逐站 最後嫌犯被撲倒在抵押制 事發在台中大雅區 逃跑駕駛就是主賢 四十六歲失聯一工 原本在雲林擔任製造業技工 偶然機會接觸到工地工作 僅自學看懂工程圖後 在網路社群招募同鄉 組成公班建案 每天開車 請自再送工人上下班 甚至提供早午餐 越南盒粉 越南麵包等 堪稱保姆是貼心服務 不過是把同鄉當賺錢工具 專情隊查獲以越南籍男子 阿洋為首的非法仲介集團 继九人 近日今台中地方法院判決 有期徒刑三個月 沒收犯罪所得 移民署對阿洋祭出 長達十一年的禁止入國處分 朱仙被貸師身上還有十萬現金 當場結算薪資 而兩名非法雇主 及六名非法工作失聯一工 另由勞政主管機關裁處中 三位新聞嘉評 謝雲珍台中 採訪不到 我請問你